哇 現在已經買票進來了 我們要往本溪水洞的景區前進 富含電瓶車 票價一個人110塊錢 然後我們現在要徒步 聽說路程不遠 電瓶車一個人要15塊 最主要是電瓶車要排隊 那裡要排很多人 那就趕快走過去就算了 10分鐘左右就到了 一 碰 自摸 厲害了 本溪水洞 好多人啊 人山人海的 現在要排隊去搭船 請進 本溪水洞被列為5A級的景區 洞口相當的大 一進洞就可以感受到洞內冰涼的寒氣 雖然搶在一開門就進來 現在的時間是上午8點25分 已經是人山人海了 水洞入口屬於沒有水的漢洞 有些地方必須彎腰低頭而過 漢洞長約280米 有人工打造的古生物與恐龍展覽區 10分鐘後抵達水洞的上船碼頭 洞內的寒氣十足 趕緊把外套穿上 依規定 上船前 每個人必須先穿上救生衣 據記載 水洞行程距今已經有50萬年了 全長約5800米 目前只開發了2800米 洞內空氣流暢 水流中年不節 平均水深1.5米 最深的地方7米 洞內是中年恆溫12度C 使目前被發現 世界第一場的地下沖水溶洞 坐船游水洞的時間 去與返全程大約30分鐘 洞內原是伸手不見五指的幽暗地方 但透過五光十色的燈飲投射後 深邃的水洞顯得精彩而迷人 隨著船身慢慢駛入洞中後 有一種突然被驚艷的錯愕感 好美好壯觀啊 兩岸中辱石林立 千姿百態 在燈光投射下顯得晶瑩斑斓 洞頂垂掛著巨大的石筍 石柱微微壯觀 洞生或高或低或寬或窄 洞中有洞 取勁通幽 美得讓人驚嘆連連 零地上 另外一旦 本溪水洞又长又壮观 被誉为北国奇观 确实名副其实 令人永生难忘 不须此行了 从水洞冰冰凉凉的地方出来 镜头都变雾了 好多人还在等 我们抢这第一批进去 听说本溪羊汤很有名 进来尝一尝 我们的食量小 点小份就好了 原来羊汤是把羊骨头先熬成汤 然后放入新鲜的羊肉和羊杂 继续熬煮 汤是纯羊肉的鲜味 没有任何调味料哦 然后随着个人喜好 加入葱花 香菜 胡椒粉 盐 辣椒 自己调味 汤头浓而白 完全没有羊杉味哦 寒冷的冬天来上一碗 肯定热乎乎 很舒服的 难怪整个本溪到处都在卖羊汤啊 酒 黄 烤 豆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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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方向的偏乡小道慢慢兜油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终点 也不一定是在景区里 而是一路上的美景 稍纵即逝 要懂得享受一路的过程 前方经过村中 请慢一点 离开本溪水洞后转入香道 慢慢兜油在205 206 309 宇居 229 国道上 最后抵达老边沟旁的农家乐民宿 大约78公里的路程 今晚选择夜宿农家乐 这间民宿位于老边沟景区旁 道道地地的农家民宿 别看它环境简陋 今晚已经是一房难求了 但这里的农家乐都不提供 拖鞋 毛巾 苦恼了我这个背包客 只好开车再去附近超商买 没有提供浴巾拖鞋 到超市找找看哪个地方 只有这种 搞定了 买一双拖鞋和一条毛巾 看一下今天住的 农家乐 没有桌子 只好把东西摆在地上 然后它这个电弧 今天是坏掉的 坏掉的 连个卫生纸都没有 真是三条线了 所以只好开车去 买双拖鞋 一条毛巾 其他的我们自己有 混乱的 最后还要吃 东北的锅包肉 这是东北的野菜 东北的特色菜 然後要沾這個醬汁 對 然後我們叫一碗白飯 這就是我們的晚餐了 少不了的乾杯 今晚在農家樂點兩道菜吃 明天要移動到吉林省吉安市 發現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天然洞穴 沿著鴨綠江邊行駛 遠望朝鮮 探訪高沟梨文化遺址 待去